我從副作用來看 它真的會比較少嗎 我覺得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整個思考邏輯 這張圖其實是 大概在一兩個月前 我們就有看到公佈的圖片 它就是在說比較說 因為其實很多人 尤其最近大家 比較多人開始打AZ或莫德納 所以大家就開始分享副作用 其實你會發現 那個比例其實真的滿高的 很多人他會有一些 疼痛已經不用說了 幾乎都有 疲倦 發燒 尾巴 比例都高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片 確實我們不可會的是 AZ它的一個副作用 大概在中間 BNT跟莫德納 它的一個平均的負重 是真的比較高的 尤其到了第二季 可能更高 這要特別留意 所以當時其實 在大概一兩個月前的時候 就有公佈一個這個圖表 最右邊是高端疫苗 這張圖表在講的就是 我們最常 就是施打最常見的副作用 你會發現有個特性 就是高端疫苗的副作用 普遍低於 好像看起來都比較少 對 低於其他疫苗 所以這件事情 當然就會讓有一些 一部分的人會覺得 那很好 因為這個 它的副作用比較少 它就比較減少擔心 那這個確實是它的優點 但我們來看這件事 背後還有一些 可能大家要再關心的細節 它講的叫做普遍副作用 但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說 這包括說AZ疫苗 就說的血栓 這個莫德納或BNT疫苗 所發現的心肌炎 它都是幾乎在十幾萬人 才開始發現 怎麼會有一些猝死案例 怎麼會有一個人 有血栓問題 那我們這一個統計數字 是大約幾千人 所以幾千人到幾十萬人 確實要觀察 什麼意思呢 我們以普遍副作用來看 可能它是真的比較少 可是我們最擔心的 大型副作用 要再等一段時間 所以這是第二件事情 就是副作用的完整度 我們可能需要 真的就是所謂的 要等待時機 跟等待人數的檢驗 才有辦法知道 第三個就是講到保護力 保護力要先講到 我們的原理 其實剛剛洪教授 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是AZ疫苗 它是叫腺病毒載體疫苗 BNT跟莫德納叫mRNA疫苗 它們兩個的原理 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它是確實一個新技術 這個新技術就是 我們把這樣子一個 讓我們能夠去 鑑別的這個基蛋白 到我們身體 由人體自己複製 比較多的基蛋白 然後我們身體的免疫發現 怎麼突然多了這些基蛋白 去攻擊它 因此產生了免疫力 所以這個技術 確實是一個很新的技術 我們從這個技術到現在 其實已經很多國外的人 幫我們打過 也做過統計了 它的統計保護力大概是 AZ還是比較比莫德納或BNT 來得比較少 大概是60到80%左右 那BNT跟莫德納平均在90%以上 那我們回過頭來講 這個我們這一次的高端 或Novavox國外也有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它的原理是怎麼樣呢 它就直接在我們的實驗室 幫我們合成這個蛋白質 就是我們剛剛說 新技術要讓我們身體 自己合成的蛋白 這一次等於它先幫你合成 但為什麼這個技術比較慢才出來 原因是這個蛋白要在你的疫苗 裡頭穩定 它需要一個東西 讓它可以插在上面 這個技術花了一點時間 就是所謂的復行劑 讓它穩定劑 這個花了一點時間 那這個技術確實在過去 我們的很多疫苗都有 只是這個只是的意思是 我真的覺得要觀察 就是說只是為什麼 其他的種類疫苗 我們讓身體大量複製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疫苗的模式 是讓極蛋白 在我們身體直接複製 你可以想像有可能是數量有差 現在等第三期試驗 剛剛也說了 專家也擔心 而且其實保護力 有發好幾種 像T細胞那種是根本還沒有出來 這是比較讓人擔心的部分 對不對 副院長 是的 我想這一次的我們的高端疫苗 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它是已經一期二期都做完了 所以基本上 像最近這一次的專家會議 已經提到 包含它的副作用跟安全性 我想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但是它現在最大的 比較大的挑戰是在於說 因為我們常講就是說 它雖然是說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有看到它中和抗體的效價有上來 也比AZ來得高 事實上我們國家本來是規定說 通過EUA只要比AZ 大它的0.67倍就可以通過 但事實上從這次二期的報告看起來 它是大3點多倍 所以是顯然是 就是說有通過這樣一個 中和抗體有產生出來 這是確定的一件事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中和抗體有這個產生 但是在真實世界大規模施打以後 所產生真正的保護力效果為何 這一段的話是還目前不知道 因為目前還沒有大規模去施打 現在只打了3000多個人 你說中和抗體像一個防護對不對 然後另一個T細胞是殺 應該是這樣講 基本上我們就是說 中和抗體的效價的提高 就表示它就是能夠阻絕這個病毒 進入我們身體 中和抗體會去中和它 去等於是說讓它避免去感染 這個是這個部分 T細胞是誘發我們身體裡面的 一個免疫反應 去殺死這個病毒 所以這兩件事是同為重要 但是在這次的專家會議裡面 有人是稍微很抗慎說 沒有看到高端疫苗在T細胞這一塊 到底它的表現能力為何 是比較沒有提到 只是說我們按照目前 如果說從理論上來看 看到它的中和抗體的效價 比AZ還來得高的話 理論上它在真實世界裡面 它的保護的效果 應該不會低於這個AZ疫苗 但是我們都知道 但實際上什麼樣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講在醫學界 就是講科學與證據 我們還是必須像美國 他們就很堅持說 你起碼要到第三期 甚至期中報告 有看到比較大規模的人 然後去看到說實驗組跟對照組 所產生出來的保護力的效果 那會是比較真實的 因為畢竟疫苗在我們身體裡面 是兩個效果 一個就是大家都一直在看的 就是說保護避免被感染的 這是一個保護力 就像我們戴口罩 好 這個是保護避免被感染 另一個是有能力殺掉對方 那個是就像我們用藥一樣 所以這兩個層次其實都要有才是比較好的 但是目前 起碼到目前 我覺得民眾可以安心一件事 不管AZ莫德納各式各樣的疫苗 起碼在所謂的保護重症 跟住院的效果 目前看起來效果都還是不錯的 那只是說在真實世界裡面 現在看到一個比較糟糕的狀況 是因為Delta病毒 它的傳播能力更強以後 發現對於保護我們避免被感染 以及有症狀感染的保護力 不管在各種疫苗 其實都有某種程度的下降 這是比較利能的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